據重慶恆大金碧天下業主李先生向大紀元透露 14號一大早 物業就派來好幾輛大巴車的保安 在小區周邊把守 現場業主至少有上千人 物業僱用的保安數百人 警察數百人 衝突從晚上七時許 一直持續至凌晨十二時 保安追著業主打 有業主被打傷 也有幾名業主被抓 被強行抬著到大巴車上 還有一名受傷的女業主被保安直接打斷了手臂 當地房屋中介宋先生透露 事件起因是停車費問題 之前沒有停車位的業主可以免費使用停車庫 但是從14號開始收費 引發不滿 另外 讓業主不滿的還有停車費收費較高 一個月租車位是270元 管理費是50元 車位還被高價出賣 去年恒大對業主出售的車位價格是每個8.8萬元到9.8萬元不等 今年二期幣區的車位賣7.5萬元 都比當地小區賣的車位還貴 該事件被當局封鎖消息 在社交媒體微博、抖音上的視頻都被刪除 新唐人記者雄斌、陳傑採訪報導 在主意上寄臨不可思議 brief時,香港的視頻都被刪除 厚火、抖音上的視頻都被下針 新唐人記者雄斌、千奏革手、抖音上的視頻都被刪除